你 所以我有死人的罪 才牢靠 你们不能杀我 你们活着我 不就是为了探知寿春的情况吗 杀了我 你们就什么都不知晓了 有我们寿春不值得防守 你们一年半载地攻不下来 可寿春的粮食 根本就已经无以为继了 我们寿春 我们寿春什么都不缺 若真的什么都不缺 那彭坤大可守在城内 坐等我们宿春 为何还要派你出城冒险 你此番出城带回的粮食 就是为了补给授寿吧 若梁将军再交代不出 有用的消息 那在下也帮不了你 扔下去 邵主公 寿春四面城池都有防守 城门乃是木品悬门 以绳索控制升降 放下可用作吊桥 城外还有护城河 此门不开 大军怕是不好过去 不怕 我们有豪桥 把桥衣架让黑甲卫 带骑兵过去 杀他们个片甲无理 不可用骑兵 对方有鹿角木和献马坑 上兵伐谋 其次伐骄 在此才是伐兵 攻城乃是下策 损兵折价拿下授春 并不值得 什么罚 罚的 少主公所说何意啊 意思是 顿兵兼成 死伤必堕 乃用兵大计 少主公也是于心不忍 啥顿 阿兄 你和少主公说的话 我听不懂 你就说咱们打还是不打 不打 不打 咱们千里迢迢 从渡城来寿春 就为了不打 黑甲卫 都是跟着少主公 出生入死的凶的 少主公 不想咱们轻易舍在寿春 我猜鹏坤 还会派人出城巡礼 我们只需截断其后援 寿春撑不过岳鱼 就会不攻自破 不到岳鱼是其日啊 少主公 成娘子 还等着你回去成亲呢 放心 我耽误不了你这杯喜酒 报 渡城来信 童牛县失守 县令严忠于将领承使 写两千镜铜投敌 严忠于承使下落不明 圣上已将取林侯府一家 押入大牢 那是烧伤呢 丞娘子连夜逃出渡城 下落不明 来 来 孩子 听我跟你说 当日啊 严县令带着家人 和那将领承使 拖着一车子的东西 出了车 说是半日之后避归 其料 半日过后啊 有人拿着严县令的县令印 让打开城门 城门打开一看啊 竟是寿春的叛军将领 马戎 那马戎占领童牛县后啊 典将那死不肯投降的县城 李逢 引劳 全都绑了游戒了 你可不知道 那一路上 李逢叫骂呀 说严县和那丞相军 他投敌 在那场围观的人啊 都听得清清楚楚 那李逢誓死不详 马戎为何不杀他 那倒没有 马戎只是让李逢他们 围着县城游了一圈 然后便押回牢中 也不知道是查还是不查 照你这么说 马戎占了童牛县 并未伤害百姓 把宁死不详的李逢 也只是关进了牢中 是啊 没曾想 这马戎的心肠还不算坏 老伯 你去城里寿夜香 这车 他们会搜查吗 你去城里 童牛已经失守 寿春尚未拿下 圣上无暇分心 此案便暂时搁置 指命收复童牛之后 再沈礼峰 只是那左御使 非说承阳子是畏罪潜逃 更证明取灵侯 通敌叛国之罪属实 这是胡说八道 少主公 这左御使 就是因为你上次揍了他 怀恨在心 所以才诋毁少女君 公报私仇 不如强攻 速战速决 不可 兄弟们随我出战 父母子弟都在等着归家 不可因为我个人家眷 而失去了性命 少主公 再拖一日 少女君的危险便再增一分 咱们不能再拖了 她是我未来夫人 她的事便是我的事 但即便如此 也不能因为我个人 连累到全军将士 此事我自有安排 去 去 把那良意给我提上来 怎么办 又想从我苦中套出 受伸的布防 我劝你深深信吗 老子是不会出门将军的 你怎么办 我不许你背叛任何人 我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问你 这是鸡还是鸳鸯 我 我不是 打 犯 不打 杀 鸳鸯 杀 放人 这 干什么呢 老子折了多少兄弟 带回来的粮草 别跟老子考虑了 不许你 将军 正因灵不宜就在附近 所以我们才要严查 以防探子混入寿春 一切如成 将军 可以了